網絡自由方面,其實現在的網絡是很互動的 即使你的提供者提供任何的資訊都好 那個被接收者、使用者都可以完全不去看 就如我現在正在錄這段說話,完全是不需要聽的 所以甚麼是公平呢? 有一個人錄製了一段節目放上網,另一個人沒有這樣做 究竟兩人之間是否不公平呢? 我不覺得是這樣 那個取決者,那個主導的人是使用者,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競爭者